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谓的外资的股债抵押 去做投资股市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外资在接下来 它融资去投资台北股市 它是可以利用它手上的债券部位 外币部位 或者是股票部位来进行抵押 跟国内的券商借钱来买台股 那这个跟过去的操作就不一样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接下来你要看到外资的动态 就不是只能靠新台币的升贬值 才就能够掌握的 因为现在只要能够在国内利用新台币 就直接买台股 它就不需要再用美元换台币 所以汇率上面的影响就会相对的比较少 那我们也就很难去判断出外资接下来的动态 所以其实在台北股市的政策上面 这个对于台北股市的资金动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多 不过就未来我们要去判断说 外资到底有没有从海外汇钱进来投资台股 就很困难 所以大家要特别把握一下到年底政策上路的这段时间 不过就目前看起来新台币还是维持在相对强势的格局 已经来到了30.3到30.4 那在强势的格局当中外资的买盘力道其实仍然是非常的强劲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情况 那台北股市这个外资连买的状况 已经持续的在挑战记录 26连买 那以目前看起来它的成交量算是维持来算是相对不错 那月均量的这个水准也来到1400亿 不过昨天稍微有点量缩也没关系 因为它昨天是有点点震荡的 那过去我们看到台北股市它大概就是沿着月线的支撑 去进行一个涨跌的强弱变化 那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波起涨之前 它乖离月线过大的时候它就会稍微横盘整理 等到月线追上之后回撤月线支撑不破 它就再拉出一波 那最近这一个礼拜它的涨势是有一点点过强 那再加上在高档这边台北股市的这个结构是有变换 过去我们说电子股市主流 但是在过去这两三个交易日当中转换到了金融股 对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两三天 市场上在跟各位讲什么 金融股的ETF 怎么样去投资金融股 你就知道说其实在金融股的涨幅的部分 已经引起了市场的注意 但通常短线从主流股从电子转到金融的时候 其实 对啊我才要问 这是艾塞里啊 对台北股市就可能进入到陌生段 因为过去一直都有说嘛 如果说大家把这个钱放到金融股的时候 因为金融股总是涨得比较慢 所以总是就是陌生段 没错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讲一个多头的行情当中 高档换主流其实就是代表结构不稳定 然后个股轮动速度过快 那通常都会有一些震荡 但是我们说震荡不是说它一定会回跌 但是它就是要等月线往上慢慢的靠拢之后 才会酝酿下一波的涨势 所以其实台北股市到目前为止 它仍然是维持多头的格局是没有改变 那未来呢 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大家要小心 就是当这个成交量爆出 当天上市就好 一天超过2000亿以上的大量的时候 大家要特别小心高点要出现 那前天其实大家看到的新闻报表是说 2000亿爆量 不过那个是上市加上贵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那上市的部分 2000亿爆量之后 大家才要小心 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这样的情况 要小心就是说因为代表股市很热 大家都跳进去买股票了 产户通通都来了 本来不买的人也来了 忍不住 这个时候 忍不住的时候就是很危险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 要大家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赶快把感官打开 你要敏感一点 当大家感受到说 我受不了了 我被嘎封手 嘎到受不了 我要进去了 小心就不要进去 对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大家小心 昨天震荡比较厉害是在OTC市场 我们先看OTC给我一个那个4000 那个OTC的指数 那OTC的指数你看连续两天的回挡 其实造成市场上的一些恐慌 因为看到指数没什么跌 可是OTC回挡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到 这个爆出465亿 这个大量的地方 我们有说过 它这里有可能是一个波段的高点 波段的高点 那上一次出现的时候 是在4月18号 一出现爆量490亿 后面接下来的是 将近快10个百分点的回跌 可是呢 它这一次不太一样 它是直接换手就上去 可是现在也出现了一个 假突破的现象 好 那假突破就会增回挡 那至少我们就先看在 前波奇长点这附近的位置 所以其实OTC的这些相关的 中小型个股的表现 特别留意 尤其是过去市场上 非常热门的5G产业里面的 PA 散热 或者是在PCB的族群当中 甚至有一些在MOSFI 有一些所谓的这个 落后补涨的行情当中 大家特别小心 已经出现筹码冲动的现象 我们来看几档筹码的一个变化 我们看到神盾 这个过去是搭上三星的 指纹辨识题材的个股 可是这个神盾 真的就是被一个什么 这个保护贴有没有 打败 他说什么贴保护贴之后 他指纹辨识就失效 不能用了 哇糟糕了怎么办 然后三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简单 我就不要用指纹辨识 我用什么刷脸 哇糟糕了 可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过去这10天当中 大户其实已经出现了 很明显的筹码冲动 他的筹码是丢到散户这里 那这个大户是400张以上 那散户是100张以下 100张以下 好 那过去这10天当中 我们就看有没有先知道 各位其实法人都知道 国内的投信 法人全部都知道 那这10天当中卖最凶的是 华南永昌卖了2600多张 而且就是在他起跌之前 昨天起跌之前 他就先出手 而且在其他的这些 国内的投信法人当中 也都已经在昨天的下跌之前 就已经有陆续的调节股票 所以呢 其实大家特别留意一下筹码的变化 尤其是当散户 这个大户的筹码 留到散户手上的时候 通常都会伴随着 法人的调节现象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在杰利的部分 这刚刚我们提到 市场上看好MOSFI 因为这个MOSFI的这个概念股 它会把它炒作成 是跟被动元件一样 一样 大家还是用5G题材来带它 但实际上我说 这个MOSFI 这个相关的零组件 其实跟被动元件一样 没什么了不起 5G的零组件 可能也不会因为它 毛利率就增加 只是科数增加而已 但是现在是不是真的 我们就来看 筹码的变化一样 看起来大户的筹码 是一路都在低档 都在减 都在减 那所以散户就一路进去接 那谁知道 过去这10天里面 一样 有很多的券商里面的 投资人都已经先减码 所以其实在消息出来之前 就已经有人先下车 而且如果像这种 股票的结构 筹码是以散户为主体的 昨天出现的跳空下跌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为什么在节目当中 一直要跟大家强调 筹码的重要性 因为过去的两个礼拜当中 台北股市利多消息满天飞 台北股市上涨的时候 其实不缺利多 利多来的时候大家怕 怕的是什么 利空 那利空大家很害怕 可是实际上要用利空来测试 台北股市的强度 所以大家不要怕利空 真正强的台北股市 它就冲过去 那你要害怕的是利多满天飞的时候 好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档 在这个散热的双红 操纵我们之前已经看过 它已经跌了超过一个月以上 我们来看所谓双红也开始起跌 那在起跌之前 我们要先知道 大家看到这筹码 好像看起来还是很集中 大户的持股仍然是在高水位 散户也没进场接 但是过去这十天当中 一样国内的投信法人 就已经有人先落跑了 起跌之前就已经有人先落跑 所以其实在消息面 或者是在基本面的研究上面 其实国内的一些 相关投信法人的看法 还是相对比较领先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尤其像昨天这种高档 刚刚第一根起跌的个股 大家特别留意 后续当跌破关键交易 比如说是月均线 二十天移动平均线 一旦跌破带量确认的时候 未来的高点可能就不会 可能就不会再过了 这个高点就可能就不会再过 它就是变成是相对的波段高点 那如果手上还有这些 相关个股的投资朋友 可能在操作上 你就要先考虑 是不是应该要先 获利了结一趟 或者是如果不小心 最后高点 是不是要考虑要先停顺 那在这边先提醒大家 三个重点 就是你检视手上个股的方法 第一个我们刚刚有提到筹码冲动 法人有没有先跑 第二个你的股价有没有跌破月线 因为月线是一个短线的强势指标 正常的个股在创高 强势上涨的个股 不会那么容易跌破月线 当它股价在跌破月线的同时 那你就要特别小心 是不是有出现 有人在绕跑的现象 这就跟筹码一起搭配看 第三个就是高档出现 报大量收黑不涨 或者是收藏上影线 这三个现象 只要出现其中一个 你就要考虑 是不是要先获利了结 先下车 或者是追高的 你可能要先考虑 先停损出场 那更不要说 这三个如果同时出现 那这一档个股应该很恐怖 像刚刚的神盾 就是这三个状况同时出现 所以先提醒给大家注意 在目前台北股市的结构当中 不要看到全职类股很强 就觉得说指数的迷失 台北股市还很强 不是 因为中小型个股只要跌翻 那提醒各位 我们之前是不是看过说 台北股市加 还原全职回来之后 是已经来到了 21500点 所以12682已经不用去想 因为它现在已经在 21500点 可是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 我把台积电的涨势扣掉 请问现在台北股市是几点 各位 现在台北股市扣掉台积电之后是 8960点 8960点 所以其实台积电 只靠台积电 在这一波的涨幅当中 贡献了非常非常多的全职 也就是说过去这段时间 你没有操作到台积电 等于你没赚钱 如果你还是有赚钱 超厉害 所以从指数上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其实台北股市的指数 它灌水的成分是还蛮高 那当然靠台积电一档 那只是说 在中小型个股 大家比较喜欢投资的标的上面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接下来的风险 好 我已经提醒大家了 现在虽然说台股在高点的时候 还是要好好来检视自己手中的持股了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被灌水的这种个股 那么也是要特别来关注 另外再看一下 今天金城哪些新闻的精选呢 我们现在关注到了 昨天晚上就说了 这个美中呢 现在同意说 要来分阶段取消 加征关税 同时大陆也是出新的利多 以及提到了这个人民币呢 好像洗山温暖汇率的焦点 以及MSC 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提过了 最后看到是各股部分呢 这个核硕呢 因为说受到iPhone热卖影响了 平概股表现如何 稍后都一一解析 我们就现在看到 这个美中呢 这个关税的部分 真的讲好久 大家觉得好闹哦 到底是 到底要如何怎么样呢 这是一波三折 然后这个 美国跟中国或全球股市 其实就跟着这个 美中贸易战的和平与否 然后再跟着在那边波动 只有一个国家例外 就台湾 台湾就不管中美贸易大战 打越凶 我转单效应越大 这是我们央行总裁 都承认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稍微看一下 在过去 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力 达成之后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说 他们要关税的措施 是要撤回先前 打的这个 3200亿加打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 这个2500亿调高到30个percent 然后另外呢 3000亿的这个客增 要新加上去 要把这个部分 30个percent的部分取消 3000亿的部分 这里也取消 这个是他们目前 在准备的一个状况 好 那另外就是 开放市场准入 这个是中国大陆 释出了三亿 也就是说 加大加快 这个开放给 美国进入到 中国市场的一个 进程 那另外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在接下来 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昨天其实是受到 这个消息面的影响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标普500 那标普500 顾名思义 它就是 美国的500大企业的 这个全值的指数 加全的一个指数的状况 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台湾50 或者是这个上柜的 富贵200指数 是一样的概念 就200 那这边是500加的 企业加全的指数 那一般来说 用标普500指数 来看美国的 趋势发展 会比较客观一点点 比较不会受到 个股表现的影响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标普500 其实它又创下了 历史新高 每一天 它只要网上过高 它就是在写历史 所以其实昨天晚上 川普又发推文 Enjoy 创新高 那所以呢 其实在美国股市当中 我们还是把这个 支撑画出来给大家 多头格局的看支撑 不要找压力 不要自寻烦恼 说4000点就不会过 不一定 好 那它现在也是 跟台北股市一样 乖离月线过大 所以其实它涨势是有点点受限 另外在成交量的部分 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放大 所以其实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流动性的问题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关键的风险 好 另外我们看到 在过去美国股市 投资人是怎么想 我们都会在礼拜五的时候 跟大家讲一下 投资人的情绪 来 我们来看 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当中 我们统计到11月6号 因为6号是昨天的晚上 就是美国股市 所以我们这个是最新的 就统计到礼拜四 好 我们来看 这个bullish 就是这个牛市 就是看多 然后最下面这个bearish 就是熊市 就是看空 好 你可以看到 在过去看空的人 减少了4.5个百分点 看多的人增加了6.3个百分点 连中立的都跑过来看多了 所以其实现在到目前为止 美国股市的投资人情绪 是相当的乐观 相当的乐观 那我们过去 是不是有跟大家讲到 它的平均值是在38% 所以当它超过平均值的时候 现在的美国市场 就是有一点点过度乐观 那根据CNN 他们自己也有一个 所谓的贪婪恐惧指数 现在CNN的贪婪恐惧指数 已经高达来到了91以上了 91就是什么 贪婪 所以现在的美国市场 所有的投资人都非常的贪婪 那再加上 昨天的这个中美贸易协议 传出了这个好消息 所以其实在全球股市的影响 都是受到消息面左右 那回过头来 其实受到消息面左右 大家就要特别小心 因为风险随时可能发生 再还没有确定 因为现在只有中国单方面讲 美国的白宫没有出来承认说 我们有这样子做 所以未来的变数还很大 当这个变数又出来的时候 那是不是昨天涨又跌回去 所以特别要告诉大家 不要受到消息面的影响 才会特别在最近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讲资金的流向 另外各股的部分就用筹码的动态 来进行掌握 所以现在就目前看起来 美国股市有两个现象要注意 第一个成交量没跟上 第二个跟月线的乖离是偏大 所以很有可能在接下来 会受到消息面影响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拉回的状况 好 所以说刚刚提到了 不止这个全球的股市 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而波动 同样波动的还有人民币了 你看我们这个标题 说人民币就好像 洗三温暖一样 确实说这个谈判的 好像比较乐观 或比较悲观 就这样子先扁后升 而人民币的升值 其实跟新台币的汇率 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针对汇率这部分 这期韦节听我们解析 好 我们来看一下人民币 那我们顺便看 从人民币也可以看 贸易大战的进度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过去人民币 就是在今年上半年之前 它是不是以7为目标价 对 好 那不要扁破7 那不要扁破7的前提是 它要因应2500亿 10%的关税 对不对 所以它从6.6一路的扁到 将近快7 这是第一波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人民币它开始直扁回升 甚至在形态上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头肩底的形态 那往上是升值嘛 好 那现在已经升破7 7在这里 好 已经升破7 就代表说 其实在过去加征的关税 的确很有可能 在中美的互相妥协之下 是取消的 也就是说 从汇率我们去推 中美贸易大战的整个进程 它有可能3000亿的加征关税 12月15号的这个部分 可能会先取消 再来就是2500亿的加征到 30个百分点的这个 加征关税的5%的地方 可能也会稍微有点让步 所以现在的白宫是说 可能是说三阶段取消 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人民币的一个状况 来推支现在的贸易大战 那当然人民币的升值也会带动 中国股市的资金的状况 不过要特别留意的是 它是带动外资 流到中国股市去进行投资 在目前中国股市的 这个国内的流动性 央行并没有出现 大幅度宽松放水的情况 所以其实只有外资在拱 所以现在的中国股市 其实有一点点区间震荡 涨不太动 好那另外呢 再提供一个小秘诀 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你怎么样 可以从不用看盘 你就可以知道说 人民币要开始指贬回声 各位我还记得在这里 人民币要往7.2迈进的时候 要扁破7.2那时候 全市场都有一个消息 叫做人民币的定存 解约的人数暴增 因为大家都觉得它不会嘛 我听到说要扁到7.5的 那没用啊 扁到8的 吓死的赶快跑 还有人喊到10的 那不管怎么样 当时候在这个相对低点的时候 利空消息一大堆满天飞 包含外资都是一样 然后你就看到一堆报道 尤其是这种人民币 解定存这个消息 我非常注意 因为通常它在告诉我们 相对的低点出现 这个是大家可以不看盘 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相对的低点 靠近了没的一个小撇步 跟大家做分享 好那么呢 昨天在各5部分 这个合硕呢 也算是释放出了好消息 那我们从合硕再来看看 整个平概股 后续发展如何了 因为说看起来 iPhone还是热卖的 那么除了合硕之外呢 其他的平概股包含了 像是红寒 你看之前碰到90 现在就下来了 没错 那么台积电大力光 昨天也是都有回档的 所以今天在电子科技股 部分怎么观察 还有今天的观盘重点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4938的合硕 那合硕的部分呢 它的第三季获利 基本上应该是可以确定 是OK没有问题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从9月份到现在为止 外资的买盘这么连续 哇 这么连续 所以几乎是天天买 没断过 真的 所以它的股价 从底部一路翻上来 好那这个就 苹果效应的带动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现在目前筹码也没松动 另外我们看一下 2317的鸿海 也是一样 外资的买盘也是一样 而且最近这几天 越买越用力 那你看 也是慢慢的电高 那另外呢 3231的伪创 其实到苹果概念股 你可以看到 伪创更夸张 这是给我们看一点点 伪创外资 几乎是从年初 买到现在为止 快要买了一整年了 慢慢往上走 那这种个股呢 就不用去追高 因为人家随时 都有可能在结账 那特别留意 好另外我们看 2382的广达 广达部分也是 你看最近 也是外资的买盘 是在进驻 所以你看 它的股价是往上 垂直起跳 所以其实在整个 筹码面的部分 就会变成是 掌握全职股的一个 最重要的领先指标 尤其是 当你看到 外资在进场 可是股价都没动的时候 就是一个好时机 但是有个重点 一定要先站上月线 站上月线 才是短线转强的一个 重要的观察重点 好 那今天的观察 观察重点有哪些 我们特别留意一下 新台币 因为新台币 要成为我们参考 外资有没有流进来的指标 已经快成历史了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现在目前新台币 还是维持强势 所以外资 买盘应该是不会间断 台北股市回档 休息之后 还有创高的机会 好 来看看今天台股 要收周线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 筹码换手 再拼多投创高呢 请投资人 在投资上面 要多加留意了 感谢惠杰 我们下班同学先再会 拜拜